一 雜金半眉 灰色賓室在高雄市區 沒開大燈超危險 當場被攔下 妳喝多少 沒有沒有喝很多 超景深低胸 長髮辣妹 駕駛 醉茫茫晃晃晃晃晃下車 還跟警察大小聲 但是我吹了之後 那是不是我的事情啊 對 我清醒啊 對啊對啊 我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 所以妳決定 我運動一下 旋轉跳躍我閉著眼 抱著電纖桿就給他轉下去 超醉辣妹圍著路樹 上上下下跳跳蹲蹲 再來一套標準姿勢深蹲 為了爆汗代謝酒精 遠景看他一人有氧健身 全傻眼 來來來來來 好 看數值 公共危險了 就超過了叫送法院 但是沒有像妳要扣押我嗎 要要啊 哇哇 都是酒吧那兩杯Shot惹的貨 誇張脫緒不只在高雄 台北市愛國西路 這名女子倒握車道 駕駛趕緊閃避 小姐 到路邊休息啦 路邊 我們帶妳去路邊休息啦 路邊休息啦 這邊比較危險 這邊路中壓 小心喔 我沒有來吃 曾信女子喝太醉 被問獎丟包 跨分隔島要到對象去 但時代太茫了 貪然馬路 緣景好不容易把人帶到路邊 沒想到他秒變裝 上一拖 倒只剩小可愛 當街狂奔 跑給警察追 她跑了啦 小姐 妳要做什麼啦 不要吵 妳才不要吵 妳要講什麼啦 是妳們先咬我 我們咬妳什麼啦 所以女士後被帶回派出所 要等親友接回 但她遲遲等不到人 崩潰爆哭 無相遠景淚塑 都沒有人要理她 酒後醜態擺出 早知如此 何必擋出 就要一場採算撐破洞 她看她怎麼樣 打架 一女坐地 一男趴地 贏店的鬧事 雙雙被老闆 租出店門外 他們要打架 他們酒醉拉扯 打什麼架 就一直在那邊打 沒有辦法嘛 我拉他而已啊 王姓女子 見景極構壯 澄清自己只是勸架 沒嫁入大亂鬥 一起鬥毆 只是她看上去超狼狽 頭髮遭一旁倒地不起 還哀哀叫的男子 扯得整坨 亂糟糟 他要打一把人 我會把你叫 他要想要打架啦 他在那裡人 你為什麼要打架 因為 明明是親姐弟 糾醉鬧事 王姓女子為了撇清關係 竟胡走 兩人是朋友 聽見弟弟喊他姊姊 還瞬間結巴 你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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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走這樣 沒關係你走開 原來當天 姐弟兩跟一群朋友 到三峽一間卡拉OK小吃店 開心聚餐 期間 弟弟因禁酒問題 跟大火爆發激烈衝突 店家因為無照營業 擔心報警後 會被波及開罰 索性直接把客人 全轟出店外 拉下鐵門 假裝從沒已過 被捉傷 是我被捉傷 好險然後 不然我再繼續拉 酒醉盲到爆 回警察回半天 有血緣的親姐弟 還秒裝成 只是認識的朋友 但最終還是被識破 雙雙被遺設違法移送 雖然最後裁定不罰 但這對姐弟 應該學到教訓 借姚一強 彩山常報道 黑衣男站在路邊 扭頭一看 見到車子開過來 突然飛鋪到馬路上 趴躺在地 駕駛緊急煞停 連忙倒車後退 好險沒有撞上 黑衣男卻捂著胸口 自己站了起來 駕駛看傻眼 這是要碰瓷詐騙嗎 遇過這個人嗎 沒有啦 那個行車一路機拍起來 沒有看到人員 所以很難辨識 應該要報警 叫他來處理 21日下午4點半 桃園市陽梅區某社區 轎車路口轉彎 遇上黑衣男子 衝上馬路 疑似碰� 假車禍 還好駕駛反應快 即時煞車停下 但駕駛開車離去後 並沒有報警 附近民眾表示 這一代人員出入複雜 沒有認出黑衣男是誰 但疑似碰瓷的行為 甚至可能鬧出人命 警方也介入了解 男子疑似製造假車禍 炸取核取金的行為 已經涉及違法 將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劉展王桃園綜合報導 小旅車一把褲 黃毅男猛逼近 潮隨駕駛 在桃園大溪接送路中央 參與歸易 攔車拐客 這麻煩啊 堅持不讓走 還不時怒止駕駛大聲飆罵 一會兒大自行攔公車 一會兒又攔下軍車敬禮 駕駛紛紛向內線車道閃避 集成一團 雖然沒釀成事故 但阻礙交通實在危險 警方要罰攔車男五百元罰還 而離譜馬路騎警 也在高雄五銀路上演 我給它雪橇的概念吧 叮叮噹叮噹 聖誕節提早到了嗎 四隻狗狗奮力奔駛 速度相當快 主人的機車 像是沒動力被拉著跑 後座還有一隻小黃 站挺挺 態勢自然 看起來像是習慣了 但把狗狗當雪橇犬 又騎在人心道上 依法最高可處四千兩百元 另外用狗拉車 高雄市洞保處也可能 採處開閥 而新北秀郎橋上的這名阿嬤 騎車也是叮叮噹 前踏板載滿物品 車尾掛滿塑膠袋 還拖著兩個菜籃 順著彎道左滑右甩 一不小心可能就脫落 攝像後方騎士 根本奪命暗器 還嚴重超載 載運物多到遮住車牌 超誇張畫面曝光 有人也與阿嬤 侵犯聖誕老人的專利 但也有網友怒轟 沒有極限 又夠危險 而阿嬤為了方便 離譜載貨的行為 也已經觸法最高可處600元罰還 馬路上拖拉亂象 跟床燈超速等違規行為 沒兩樣 這裡請一彩宣傳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